完全没有想到CAMMA的AI已经进步到了这种程度了 只要一个按钮就能够抓出图片里面的物件 擦掉不想要的东西 甚至把空白的边界延伸到完美构图 这期影片就会带你通通了解这些CAMMA强大的AI功能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个频道我就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以及分享给你一些使用的工具像是CAMMA 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去提升的内容还有流量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在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照片卡版面的情况 主角在这中间但是文字又放不下了 如果说去修改尺寸又显得很拥挤 在以前如果说我们使用Photoshop就要自己去抠图 显得非常麻烦又费时间 但是现在CAMMA有一个魔法抓取的功能 你只需要去点击一下就能够抓出你想要去抓取的物体 这个物体也会变成自由可移动的元素 你是可以随意的去移动它的位置以及改变它大小的 那现在我在这边准备了一张照片 那如果说我想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说图 我想要的版式就是人可以在右边 然后文字会在左边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安排的版式 那现在我这张照片它原在中间的 我就可以使用魔法抓取的功能 我可以选择这张照片 然后选择编辑 这边有个魔法工作室 然后点击这个向右按键 就可以找到这个魔法抓取的功能 那它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方式去选取物件 有这个笔刷功能 就是你涂抹你想要去抓取的这个物体 这边你可以调节笔刷大小 或者说你直接点击 这特别适合于这个主体是非常明显的 或者你可以选择前景还是背景 那你可以看到当我选择前景的时候 这个人物就被完全的选择了 刚好也是我想要的 我就可以选择抓取 那现在这个人物就被抓取出来了 我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就把它移动到右边了 然后可以调节它大小 在左边我就可以放文字了 我选择文字工具 给它添加一个文字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就快速的去把刚才的照片 变成一个这样版式的说图了 非常好用 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的照片拍得不错 但是有些小细节你是觉得不恰当的 颜色不对物体不搭 甚至你想让这张照片更有季节感一些 但是又不想重新拍摄 这时候Canva的魔法编辑工具就拍上用场了 你只需要去涂抹一下你想要去修改的地方 然后输入一串文字 就说明你想要去如何修改 那Canva的AI功能就能够去帮你实现 那这边我准备一张照片 那对于这张照片 我是可以去修改其中的一些元素的 或者说我可以添加一些元素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背包 我可以把这背包去更改成其他的颜色 我可以选择编辑工具 然后找到魔法工作室 然后选择这个魔法编辑工具 这边首先需要选择区域去编辑 你可以去选择笔刷 在这边涂抹 或者说在这边去选择点击 那Canva AI很快侦测到了 这些具体的元素在这边 我就可以选择背包 那对于这个背包 我可以去更改它的颜色 我就让它变成一个红色的背包 然后选择产生 那可以看到Canva AI就帮助去生成了四种图像了 这个是第一种 这个是第二种 这个是第三种 这个是第四种 那这一种看起来是比较合适的 那如果说你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的话 你可以选择再产生一次 这边又生成了另外四种的结果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它生成的结果都是有配合到 这只张照片它的光线效果的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更符合现在我这样照片它的光线 然后选成完成就可以了 那现在刚才黑色的背包就变成红色的背包了 那除了去更改本身的元素之外 如果说我想要在画面上面去添加个新的元素 我也是可以使用魔法编辑工具的 那这边我可以选了笔刷 我想在这边去生成一只鹰 这只鹰是飞过去的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输入的文字就是加入一只鹰 然后选成产生 那这边看码就帮助我去生成了四个图像了 这是第一种图像 你可以看到这只鹰就在这边飞过了 然后这个它没有生成一只鹰 所以不能够算作一个成品 还有这一只 还有这种效果 另外是这种效果 所以生成的这些效果还是非常符合我本身照片的风格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大小 就可以选完成 这样我就修改了这样的照片了 更改了这个背包的颜色 已经添加了一只新的元素 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平台它们内容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像是Instagram它现在就是4比5的格式 YouTube缩图就是16比9的格式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张图片 你想要运用到不同的平台上面 如果说你想要去印裁的话 那就免不得去裁掉一些重要的细节 而且会显得构图比较怪 这个时候Canva的魔法展开功能就非常好用了 它会自动的去帮助你去补齐画面的边缘 让你图片在新的尺寸下面也是看起来非常和谐完整的 这样你一张照片就能够运用到不同的版本上面 可以有不同的尺寸 而且看起来也是非常自然的 那这里我准备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本身拍摄的是非常好看的 它本身是一个正方形的尺寸 那现在如果说我想去把这张照片去发布到Instagram上面的话 那Instagram现在是4比5的格式 假如说我对这个照片进行强行的拉伸 那你可以看到左右两面的塔呢就会消失了被盖住了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样的方式呢是不行的 这边呢我就可以选用魔法展开的功能 我选择编辑 还是在这边魔法工作室 这边有个魔法展开功能 这边你可以选择尺寸 自由形式 完整页面或者1比1 那这边呢我就选择完整页面 然后呢再选择展开 那现在呢Canva的AI就帮助去生成了4个展开后的效果 这是第一种效果你可以看到呢是非常和谐的 就像是我本身拍的一样 然后呢是这样的效果 再来呢是这样的效果 第4个呢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整体看来这4个效果呢都是非常合适的 都是保证了本身照片的完整性的 同时呢又非常的和谐的去扩展了 那这里要提醒一下 我这期影片讲到的大多数的功能都是需要Canva Pro的计划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 但是呢你想去试试看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nva Pro的30天美味吃药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了 那以前Canva最好用的功能之一呢 就是去除照片的背景 而现在Canva有一个全新的背景生成器的功能 这功能不仅能够去帮助你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还能够去生成一个全新的背景 而且呢还会自动的去调节光线 让背景和主体呢显得更加融合 这代表什么呢 你只需要有一个人像或者是产品的照片 你就可以去替换成不同风格的背景 那这边我准备了这样的照片 现在呢它是属于这个背景的 如果说我想去更改这个背景的话呢 我就可以使用Canva的这个背景生成器了 我可以选择编辑 然后呢找到这个背景产生器 这边呢可以描述一下想去生成一个新的背景 那这边我描述的新背景呢就是 城光穿越浓浓雾霾 照射在了布满尘露和野花的青草地上 然后选了产生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Canva就生成了四个相对应的背景 这个背景呢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二种背景 第三种背景 然后呢第四种背景 那我认为这四个结果呢都是非常符合 我输入提示词的 这个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更改一下你照片的背景 做短片最麻烦的事情之一呢 就是把画面刚好的去卡在音乐的节拍上面 手动的去对齐画面还有音乐节拍是非常累人的 并且呢超级花时间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是用Canva去做短片 它就有一个一键的去同步节拍的功能 它能够去把影片还有音乐进行完美同步 让你影片的转场看起来更加专业 那这边如果说我想去制作一个旅游的短片 那我把所有的素材呢都加入到Canva的影片编辑器里面了 并且呢也去加上了这段音乐 那现在呢为了更好的去让每个画面对应到我这个音乐的节拍上面 我就可以使用Canva的这个同步节拍的功能 操作很简单就是选择这个音乐文档 然后呢选择这个同步节拍 这边呢可以选择立即同步 它就能够让你的页面还有素材呢会自动的和音乐对拍了 就可以看到音乐上面呢会有这些音乐的节拍点 就代表呢它是进行同步节拍了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呢Canva的AI Hub 在Canva的手机上面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内建的创意助理 你需要去输入文字就能够去让它去生成图片 去生成影片去撰写文件去写程式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当你来到Canva的手机上面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Canva AI 那它呢是能够去帮助你做到很多事情的 首先呢就是帮你设计 它能够帮助你去设计社群媒体里面的内容 设计简报设计行箱设计卡片邀请函甚至是设计标志 也能够呢去制作影像 比如说你可以输入一段文字 然后呢去让它去生成相对影像 比如说我让它生成一只熊猫和一只老虎 正在玩耍 那就可以看到呢Canva的AI就快速的去帮助去生成了四个图像了 是符号我刚才书的文字的 那这边你可以选择样式 去改变你生成影像的风格 然后这边呢还可以去调节 生成影像它的格式 还有呢就是朝你文件 你可以让它去生成不同的文案 你可以选择类型 比如说部落格贴文 摘要大纲 社区媒体贴文 说明等等 还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呢 就是它能够去帮助你去撰写程式嘛 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去给你的餐厅 去做互动式的菜单 你可以去做出一个简单的倒计时器 你甚至可以让它去做出3D的太空探索的游戏 大家呢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这些Canva的AI功能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可以透过影片上方链接去开始使用Canva 并且解锁Canva Pro的30天免费需要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看这部方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帮助 希望这部影片订阅 了解对我频道 追踪IG 那么下期影片见 拜拜